在美洲 美国 它发生一次灾害 损失一块钱保险公司贴了66% 66毛6是保险公司贴的 在亚洲呢 一块钱的灾害呢 9%是保险公司贴的 而且这9%就在日本跟韩国 基本上不在台湾 就说我们台湾人 当然你刚刚讲我们民间的保险 这个意思不够 这是 true 第二个我们政府民保险 所以我过去一直在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政府的公共建设 是需要保险的 当然这里面就来了 当你在扯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保险主管管随事财政部 跟金管委 他们对房在业务是陌生的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他们说 为什么政府要保险 结果回到根本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保险 但是我们的法令法规就是 让你基本上找不到一点 就是我们的房灾的专业还如何 就像财政部在很多的部位 事实上他们对房灾业务是陌生的 那今天为什么美国 事实上他们的财务在保险这一块 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 他们对灾后的附件 也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业务 但是台湾我们把这个业务 全部分散到每个部位 然后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并没有这一条 所以你也没办法强制 然后强制你在法上面有东西 你才可以强制 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前一阵子刚刚呼吁了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防灾的专业单位 帮我们把所有的灾害做一个抹操 其他的部位只能当做技术的支撑单位 因为防灾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那从我们的整个应变 这个灾害的这个处置 到刚刚这位先生提的灾害保险 然后到什么呢 到拯救了灾害的财务规划 到附件 所以我还是趁你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 但是在台湾很难可以的原因 我不管你说我费了三年 连我都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财政部金管会 他们是防灾 他们是保险的主管关系 他们可能对人寿保险很清楚 对这个一般的保险很清楚 但是对灾害保险的业务 就是实际不在他们的关键里面 快点往三年还没接出来 我们继续努力 但是它的关键 绝对不会是说 我们今天突破这个东西 而是说 在整个政府组织里面 要有一个单位做这件事情 在overseeing这件事情 不然你会发现 我们依照有surprise 你会发现每次灾害以后 我们讲的话都有 好 谢谢您 所以我对我们政府 是不是要多照顾老百姓 或者是我们的民主政治 刚才就是民主政治有问题 前几个月在中座科学院的一个会议里面 第一个人就说 他在美国觉得最通心的是 以前美国是人身而不平等 在政治上一人一票 但是最近呢 慢慢的变成一元一票 一块钱一票 就是这个言论自由修宣的时候 很多大企业就涨碰了媒体 就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治 是慢慢的变成一元一票 如果你如果看台湖的政治 真的是一人一票 或者是一人一票 很多人还在等着这个里长 这些钱放下去的时候 才会决定他们的投票 这就是我们要觉醒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如果要政府关心老百姓 那么老百姓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就真正是要代表我们的利益 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地方 另外一样事情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像环境变迁 这边公司气体啊 这个是全球的问题 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将来 我们如果不做 大家鸟鸭子里做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 台湾对的条件里面 住这么多人 如果我们不跟大家 别的国家合作的话 我们不是不可能解决的 所以我也不相信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 灾生能源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不可能 再过十年十五年 阳光透 那意思就是说 太阳光能够把它转化为电 如果我们把电能处存 或者是转化在国际间流通的话 那将来固有的国家 就是 国际大能够少 阳光充足的地方 他把得到的阳光 卖给别的国家 现在 这个太阳能够把太阳的能量 变成电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就是把电储存跟转化 所以这储存跟转化 这是一个技术面能 一旦成功之后 我们就要在国际间要互通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这个能源规划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把碳的淘化量减少 这牵涉到整个政府的发展 这个产业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还牵涉到我们的生活的习惯 节能、省碳 大家尽可能分享 这是大家要浓入 但是呢 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国家的观点 以为自己能解决 我想做不到 比如说在台湾 不要发展 台湾要减少的话 我们的产业要改变了 就没有问题 这个产业要改变了 但是呢 我们真的是能够靠自己的再生能源吗 我们可能还是要超 化石燃料吗 那化石燃料 那化石燃料 差的话 不然的话 那有办法买菜在地下吗 或者是我们也还有 地质 别的人也要开发 这是整个 这个国家的发展 跟世界共同进步的地方 所以这里有一点 我每次在国际会议里面讨论 觉得非常不安的就是 我刚才讲 我们已经超载 地球 人口超载 我们所说 Global scene 如果地球超载的话 现在所谓 以台湾的国家 包括台湾出国呼应化的国家 都是过度开湾的国家 但是一些过度开湾的国家 常常说 你里面发展中的国家 跟我们走 以他们的观点 他们要怎么走 别人整滩 怎么走 怎么走 让还没有过度开湾的国家 这样走 我想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最近在亚洲特地 一直在亚洲国家里面 希望有一个困盛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跟欧美 几千走过的路 耗费能量 耗费资源 这样发展的路 我们是不能跟着 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水洋的看看 他们的发展 非洲的发展 如果是跟着欧美的发展 走的话 是走不通的 尤其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左转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反应 就是 以亚洲人和别的国家 我们有不同的发展方式 不是老是跟着别人走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要跟这个 年轻的各位 要努力的是 所以跨领域需要 有跨领域的整合 协调跟执行 那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做的 那台湾有个信心 走出自己的Model 那我常常 我这里边 因为高雄气暴 很多计程度有的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如果高雄这次气暴 我们要把它想像成像 921大地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台湾转型的时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2010年有两台 这个路克游览车 因为宜兰大选后 掉到这个山口那边去 所以后来我想 在任内 我们就统整了这一个 56来暴雨工钱资讯 一旦雨量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下到一定的功力数的时候 你就不能让它再发扯 用这个观点来看 我们有没有解过 我们有没有希望解出 解过 当然有 但是我现在从这一次 高雄气暴的事件来看 我觉得真的满担心的 最近都在讨论一些究责 然后就是好像回到 蓝绿的口水战 那这个问题就会牵涉到 我们当然今天 跟我们的题目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今年的年底 要召开所谓的 全国能源会议 当然跟汽油片间 对有非常大的关系 的厘清会议 明年1月 要召开全国能源会议 到底要不要认真来检讨 我们的产电转型 那刚刚我想从开始 李延长一直特别提到 到刚刚也特别提到 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浓度 刚刚李老师也特别提到 台湾的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浓度 还有我们的这个碳排放的西数 是高于这个亚洲 跟高于日本跟韩国 所以我们未来在这个出口的产品 会受到市场 所以从这个面向来讲 各位也是可以另来思考 是说让不要从这一次的事件 除了这个灾难治理 怎么样的整个化学的 这种专属的管理的机制 然后化学这个石化原料管理的 法力跟机制跟专层的机构之外 是不是也要重新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产业重型 因为它跟排碳跟能源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一样要回到一个 一个一个 我们台湾一个跨领域的时代 其实不只是一个专家自民的时代 而是我们每一个民众 其实都有责任去要求这些问题 那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实是 民众如果没有资讯的透明权的时候 没有资讯的进用权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去思考 所以这是台湾的 现在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是说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 大家都关心这么多问题 好像可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民众怎么关心 每天看着媒体在报道 各种新的救急的进度 这个是当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后面的背后的结构跟其实 牵涉到我们今天关心的 能源产业 产业转型 气候变迁 活土规划 我们怎么样以平台思考这样的 我想大家可以往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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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